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魔法视频 那么它这个中文名翻译过来非常的长 这个我们就不念了 通过这个名字的长度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它应该是比较强大 因为这个名字越长,项目越强 是吧,这是一个常识 那么下面是它的这个项目效果的一个演示 它这个项目主要是分两道块内容 第一个就是轨迹控制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地标控制 那么这个地标控制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就是数字人说话 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个图片 指的就是这个地标控制 那么中间这个呢是轨迹控制 它这个轨迹控制比较有意思 就是这个比较这趟火 画个向上的箭头 那么这个火呢就会向上冒 这边老鼠也是 它这个轨迹控制其实比较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火焰向上冒 是因为我们这边画了个向上的箭头 那么这个老鼠向右平 也是因为我们给它画了这个三个箭头 来控制它的一个轨迹 这就是轨迹控制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使用 下面比较长这个就不看了 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夹 这两个文件夹呢分别代表着地标控制 以及轨迹控制 这两个文件 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下面这个轨迹控制 上面这个地标控制呢有一些问题 它这个代码里面有些问题不好解决 我现在还没有解决掉 所以这个呢我们只会再说 而且这个项目呢它的体积非常大 大家看这里面是它的模型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体积 32个G它这个模型这么大 一般来说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对配置的要求非常高 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这个项目最少最少也得16G显存 才能跑得动 可能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推了 所以这个咱们就先不管它 先放弃它 然后呢我们看下面这个轨迹控制 这个轨迹控制还好 这边呢需要的显存不太高 大家看一下大概12G左右吧 整体来说12G左右 那么它这个启动之后需要的这个显存 我看来它大概是10G左右吧 11G 这样的话如果加上共享显存的话 那么大家有个这个8G的机器 应该也是能跑的 不是应该是肯定能跑 那么6G的话就不太好说 大家可以试一下 应该也能跑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项目怎么使用 这边点这个启动 把这边稍等一下 它这个启动需要一点点时间 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出现这个地址的时候 就说明打开了 上面有一串这个东西啊 我们不用管它 忽略它 它不是报错 点这个地址打开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 放大一些 它这个界面本身不是太复杂 这边呢我又做了汉化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边的说明 我们说一下怎么使用 那么这边呢需要上传图片 这个上传图像大家注意啊 虽然说这边写着托放图片到这儿 但是实际上大家不要使用这个功能 不要往过托 你托过来之后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大家上传图像的时候 一定要点这个按钮 这个是必须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点这个上传图像 然后我们来选一张图片 大家看到这样的图片是上传正确的 我们这两张图呢大家看到了 它的景色非常的优美 图片上面呢有一道水流 这是银河之水天上来 我们现在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让这个水让它动起来 我们先来点地一下 这个是起点 这个红点 然后再来点一下 大家看到这边出现了一个箭头 代表了这个水流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 选择这个 但是这个时候直接点呢 会把这个轨迹连起来 大家看一下 那么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轨迹 那么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重新来点一下 第一下 第二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添加另一段 另一段的话我们需要点这个 添加轨迹按钮 点一下 然后呢这样会重新开始一个轨迹 好这样的 如果大家发现点错的时候 你可以点这个删除最后轨迹 把这条线去掉 然后重新去加 只是这样 这个其他又没有什么好选的了 这边有一个这个运动笔刷 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水流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 run 稍等一下 它这个需要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 但是也不是太长 这边跑完了 看看效果 那么这个是它给的这个图像 我们这个上面有箭头 实际的运动效果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个水流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语音的效果也不错 这边是一个视频 这可以播放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这边都是可以下载的 这个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来下载 简这是这个轨迹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看这个运动笔刷 怎么去使用 这边我们来换张图吧 把这个删掉 然后点这边这个上传图像 我们来删一张 我们用这个小猫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运动笔刷的一个效果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画一些效果 那么这边我们来点 随便让它飘一飘 然后呢我们来控制两个眼睛 我们到这个 呀 这样就弄错了 这样我们删了就要重新来一下 哎呀 这边弄错了 得 那重新来吧 点加轨迹 我们让这个左边这个眼睛的往右飘 右边这个眼睛的往左飘 然后呢我们来实际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边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就行 这边同样稍等一下 好完了 看下效果 那么我们 眼睛在动 大家看 它虽然也在动 但是其实这个效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眼睛向左 这个眼睛的向左 这个眼睛向右 那么实际上它是整个头都在动 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个运动笔刷 好那么我们来添加它这个运动笔刷 把这个稍微放大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眼睛框起来 点一下 点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两个眼睛框住了 那么它这个运动笔刷就这个作用 用来控制这个起点的一个运动范围 好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开始 待会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边跑完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这个毛毛 对吧 两个眼睛 一个左一个右 这就是我们刚才想要的效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笔刷的一个作用 它是用来控制这个局部范围 就是它这个起点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运动 如果没有这个范围控制的话 那么它是整个头在动 这个就是它的用处 我们这个项目呢 今天所有内容介绍完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下来体验一下 这个效果确实不错 大家拜拜